主持人 我覺得直播這方面 就是有做得比自己 就是比我大一那時候還好 然後很多人都會利用直播 來看我們比賽 我覺得現在的女人 就是越來越多人去關注了 比以前還要再更好 因為現在網路很發達 不管是每一場比賽完的訪問 或是精彩好球之類 在網路上都可以很容易就看到 所以讓我們球員也有這個福利 就是曝光度會更高 我覺得從大一到現在 我覺得媒體的方面 就是進入的越來越多 因為從大一的時候 我好像記得只有進四強的時候 才開始有一些包裝吧 但現在是從不管是八強 四強都是越來越多媒體 就是進入到UBA這個環節裡面 包括有浮光的贊助 然後很多就是大家讓這個UBA 越來越熱鬧 我覺得從我一年級到現在四年級 我覺得改變非常大 因為像我一年級剛進來 打比賽的時候可能 觀眾還不是那麼多 可是到了三年級啊四年級啊 觀眾是越來越多 就很像HBL那種爆滿的感覺 你知道嗎 我自己是覺得很開心 就是自己打球 然後有那麼多人支持 因為我高三打冠軍那一年 我們有上來看UBA的四強 那才還在形狀吧 競技場球賽真的是除了球員啊 或者是自己的親友團之外 真的不太會有平常有觀眾進去 去年就是進去的時候 真的會像HBL那時候 感覺會有起雞皮疙瘩的感覺 因為整個效果啊或什麼都做得蠻好的 像我們在健行就是 因為說真的 在路上很多 然後很多人在看 然後我覺得 對自己的行為趨勢 然後或是場上一些表現 會更有責任性吧 就是 不想去顧負大家對我們的期待 我們高中球看UBA的時候 可能就是覺得UBA比較冷清 副方開始去贊助UBA之後 變得好像就是升級版的HBL 所以就是 能在這個時代打UBA 真的很幸福 就是整個年齡層來講 其實高中是最備受矚目的 所以我看到大專現在可以變成 一年比一年還要好 甚至更多觀眾也要看 或是更多媒體去關注 我覺得其實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因為我以前的大專輩就是一個紅布條而已 那當然我覺得大專也做得很好 因為其實我們這近幾年 我們都有去看大專比賽 那真的是曝光力真的很大 甚至還可以到小巨蛋裡面去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 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 我覺得每年的那個強隊都在換 因為我在國外也有在看 也有在關心UBA的事情 對我這樣看下來 每年這樣換 然後強度都擺在那邊 對不會說有特定那個強隊一直贏這樣 關注度越來越高 就是 就是還有每一隊實力就是一直在進步 還有各隊的洋將 只是遇到更高更大的 就是想要去挑戰 我們可能跟其他大學不一樣的是 我們可能一開始集中管理 然後甚至我們有專業的體能教練 在做這個體能的訓練跟重訓的一些幫助球員的肌肉 那在宿舍也有專業的防護員來照顧球員的身體 其實現在UBA越來越好的地方是 我們可以發現其實越來越多的球隊 都也一樣有同樣的這樣的一個配備 我覺得這UBA讓我在這幾年看到最不一樣的地方 其實我很開心其實有越來越多學校 投入很多的資源去包裝每個學校 讓大家越來越重視UBA 對球員來說是一個非常好的 他也要懂得學習更多的東西 譬如說媒體的應對 然後他怎麼樣去跟球迷的應對 我覺得這就是他們可以學習到另外的東西 那唯一的害怕就是可能包裝過 可能有些球員他會有所謂的大頭症 但是我們會不斷的教育他們 如果球員稍微有一點行為上面的偏差 我們會很快就去做這樣的行為 然後其實我覺得現在UBA很好看的地方 在他外源也多 所以他有很多可看性 不預測性 在這些企業的投入跟提總的一個努力之下 我們各個球隊要更配合 然後我們去做更多的活動 把比賽做得更精彩 那再來就是球員上面我所謂的形象 品德也要作為全國觀眾的一個典範 那是一個最棒的效應